近年来气候不稳定 玉里镇大部分的稻农 向公所反映稻谷不碾石的状况发生 很担心血本无归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也马上启动了勘查小组 稻农说明明明就没有提早查阳 为什么还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呢 既然都已经发生了 稻农也希望相关的单位能够重视 手上的稻米直直的也不弯曲 一看就知道这里没有米粒 不止这片水道不诊时 来到高辽地区看过去 也可以清楚看到空包弹的形形 农民相当无奈 就是在过春节前擦的样 那春节前擦的样 它是可能是遇到冷风 在运税期的时候遇到冷风 致使说它倒可能都没有办法受分 所以说没有办法运税 像整个像整串 整个都是直直的 里面完全是空的 整串都空的 所以说这个气候影响 而且它这是属于诺谷 它的诺谷是比较怕冷的 所以说它只要温度低 20度的话它就不连税了 农民表示目前看来 是过年前插秧的水道 有稻谷不忍时的状况发生 但是今年的节气 我们2月4号是立春 照理讲说立春前后插秧是最适当的时间 它在1月18号插秧来讲应该是可以的 但是为什么会自己是这样子 所以说这个气候影响蛮大的 近年气候不稳定 玉里镇大部分的稻农 向公所反映稻谷不忍时的状况发生 很担忧写本无归 华林县政府农业处也马上启动勘查小组 目前所接收到的讯息 那应该是整个发生的状况 应该是算刚开始 那因为这整个状况会一直持续 所以只要是发生 有农民有发生这样子的状况 很多都要主动先通报公所 因为公所没有接收到讯息 那可能这个讯息也不会往上反映 稻农站在田埗上 眼见一起辛苦的耕作稻米 收成将不到五成 是心酸不已 我有期盼政府能够体恤补助损失 才能够贴补农民的损失跟家计 记者高双双预理采访报道